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央视精彩剧集 邵兵为您导航 沙海老兵震撼央视银贫 邵兵也来新推荐报道 1996年 电影《红河谷》中阳光俊朗的藏族小伙格桑 让观众记住了演员邵兵 说起来挺惭愧的 这么多年大家还在谈红河谷 那就说明我的作品太少了 给人留下的印象还是原来的一种状态 其实很长时间我也塑造了很多的角色 我是觉得没有特别好的角色 特别适合我的角色能把我去定位 你们瞧不起我 其实我一直在这么多年一直试图改变自己 可能从一个运动员转为一个演员 从事艺术 它是完全是两个行当 可能运动员是在一个跑道上 或者是在某一个赛道上来比个高低 凭那种实力 真正的实力 可是演员和搞艺术的 其实它是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评判标准的 而且人都会在不同的时期 会有起 有落 所以它需要你的心里有一种坚持 可能你在这个 一旦你进入艺术这个门内以后 你可能更多的 会有更多的感受 和更多的表达的东西 所以你需要的去积累的东西会更多 经过这么多年 虽然作品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对电影的认知 可能对这门艺术的认知 可能更加深刻了 以至于后面我想做导演 以至于写东西 以至于拍出自己想拍的东西 都是有一定好处 孟大小姐 别以为你是孟斯林的女儿 你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告诉你这一帮我说就算 那是一个散民队 散民队的一个教官 其实那是带了一帮鲜肉在演戏 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角色 其实我在里面的戏份 并不是那么多 但是我们在做这部片子的时候 我一直在说 我说它是一个灵魂人物 它是这一帮散民队成长的一个灵魂人物 不可缺少的一个人物 它实际是散民队的一种精神 时隔四年 哨兵协新作《杀害老兵》再登央视迎平 灵魂人物的地位也没有改变 它唯一不像的东西就是杀害老兵 它是基本上属于平伴 平伴的一帮人 一帮兄弟的戏 一帮那种老哥们在一起 他是讲从四九中解放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 所以说然后这帮人进进新疆 解放新疆 然后扎根新疆 最后把一身献给新疆 这么一个故事 这烽火台 应该是远发说的一个位置了 对 郑文啊 看来咱们很快就要走出这片沙漠了 是啊 我觉得杀害老兵更难一点 因为他的跨度 还有他的那种复杂性 历史的复杂性 还有他的人物心理的掌握 我觉得都比那个难 其实看了很多的 关于杀害老兵的一些资料 以及跟一些算是行内人 在聊这个戏 其实我更多的东西呢 我是觉得我是可以感受到 当时那种历史时期那种状态 因为人心 人情 这个东西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然后呢通过我自己对待 对待当时一种历史特殊的情况 那种理解去演绎出来 杀害老兵们演绎的传奇 还在继续 邵兵也会继续与您分享 我是邵兵 我在新推荐